来回消毒邮剧就担心不够仔细 新北某幼儿园群聚感染波及台北市三间妇幼 周二停课一天 新市两名孩童曾在新北就读 9月1号后分别转学到台北中正区和中山区妇幼 所幸最新PCR裁剪都是阴心 台北市中正区某间妇幼预防性停课一天 但连带影响的还有中正区第二间妇幼 为这第二间妇幼校舍正在进行整修 暂时兼用这里 所以这两间妇幼都消毒停课 中正区两间妇幼196名学童受影响 只是中正孩童的姐姐就读同校国小PCR也采金 校方不停课但启动预防消毒 今天清销完之后 因为教育局没有让我们把小一停课 所以我们小一的部分会回到教室继续上课 很多家长都很担心 甚至有家长说他们自主停课 中正区的妇幼和国小校舍 校门分离重叠几率较低但在厘头 北市中山区的某间国小跟他预防性停课的幼儿园 其实是同一个铁门进出 进入之后也只有一个铁门隔开 交代他要请洗手 酒精要喷 你有跟他提到这件事情吗 他不知道 他只能在学校只能请洗手 然后回家就改换掉衣服洗手 中山区妇幼的226名孩童停课消毒 但国小没有 不过经观察操场鼠共用 妇幼在校舍一楼 二三楼以上都是国小 活动范围容易重叠 不过索性北市两名孩童 PCR都踩阴 家长能暂时松口气 TVBS新闻话哨评许郭恒李怡婷 露听听特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等你哦